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吁下 秦邦再度表现了开明 同意只要在表决日五日之前 能得到五十万个实名支持的人 即可列入抽样表决的名单 与副总理一起 供表决者选择 尽管这么短时间 征集五十万签名 是相当高的门槛 到截止日 还是有四位体制外人士 得到了资格 鲁诗嘉和吕涛 都在其中 吕涛已经把民主联盟 与毛派整合为 号称中共毛的组织 吸收坚持毛泽东思想的 中共党员 也吸收 崇拜毛泽东的普通群众 声势最大 四位体制外人士的 其他三人 都不期待这次参与 能获得成果 只当作同向下一步的起点 唯有鲁诗嘉处外 鲁诗嘉事先就知道 自己会得到成果 而且是以前 根本不敢想的成果 但是并不让他 真感到高兴 因为那些 看上去自发的过程 其实都出自 蒋强的幕后导演 鲁诗嘉从新疆回北京的当天 就被蒋强召见 才知道以前兵团给他的钱 只是转手 其实都出自蒋强 蒋强这回表示 如果鲁诗嘉按照脚本走 保证他能登上高位 鲁诗嘉当时问了一句 多高 本是想怀疑嘲笑 却在听到蒋强 说出了总理二字后 就连多问一句的勇气 都没了 这若非出自蒋强之口 一定会被鲁诗嘉 当作梦化 鲁诗嘉原本是想表现一下 知识分子的风骨 问完多高后 起身便走 结果变成了老老实实 坐在那听蒋强 一一交代 往下该怎么做 有风骨又能怎么样了 起身走了之后 是去山里砍柴 还是去乡下种田 没有能展翅的天空 再爱惜羽毛又有什么用 袁诗嘉 孙中山 列宁 哪个成功的政治人物 城市前没有做过私下交易 因此鲁诗嘉 尽管不是真心高兴 还是决定先当蒋强的棋子 带到自己站住棋盘后 再去当棋手 鲁诗嘉发出的不信质疑 就已经是按蒋强的脚本表演了 貌似他的不信 立刻得到全民响应 若没有蒋强发动的几十万水军 猛推风转 怎么可能 鲁诗嘉的国内外社交媒体账号 都被蒋强的班子接管 每天按照设计好的口径 模仿他发言 他得到五十万签名 没费任何力气 自己什么都不需要做 每天只是上课 专门包装政客的美国公司 训练他在公众场合如何表演 从表情到手势 演讲的方式 站坐的姿势 给他重塑发型 进行美容 设计服装 比吕涛最初给他的塑造形象 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仅定坐的鞋 让他无人察觉地 增高了五公分 女性粉丝 就增加了6.3% 据说这家公司包装的政客 胜出率高达90% 价钱虽贵 却无需鲁石家考虑 进入表决名单后 鲁石家的竞选造势 表面有他新成立的自由民主党座 其实还是蒋强的班子管 有人给他写演说词 有人制造幽默笑点 有人联络媒体安排活动 鲁石家除了被告 就是接待媒体或出席各种场合 所有的口径都事先定好 什么时候说什么故事 做什么表情 甚至垂下眼镜或沉默多久 都有设计 话题局限于民主法治 公正连接 保护私有财产等老生常谈 几乎全判是西方主流理念 鲁石家原来定位的民族主义 不见了踪影 换成了和平友好 世界大家庭等泛泛之乱 按鲁石家的看法 那都是些票房毒药 调查却显示他的民意指数 一直稳步上升 唯一允许他自由发挥的 是抨击层一致 那是他的强项 也是他一贯不遗余力所做 这一段他集中攻击层一致 没有人民普选 没有三权分立 西方民众别的不用多听 仅这两点 就足以对层一致 侧目而视了 信任表决 针对总理 矛头对准的 自然是总理陆浩然 就算在高层内部 这是一盘棋的安排 陆浩然也不会让外界 认为自己束手待毙 他在主流媒体上 表白自己的政绩 呼吁人们在表决中 给他信任票 体制外进入表决名单的人中 吕涛采用毛派所长的 动员群众 集会游行 张贴标语等 在中小城市 搞得有声有色 在国际观察者眼中 秦邦同意抽样表决 已经具备了 民主化浪潮的特征 但无论是 鲁石家代表的自由派 还是吕涛代表的毛派 要超越中共 都有相当的距离 表决结果 一大半可能是 陆浩然仍然通得过信任表决 一小半 可能是陆被 另一个副总理取代 体制外人士出现的可能性 为零 表决投票的前两天 五九协会推出了一个五九微信抢红包大赛 作为该组织1999年9月9日成立的周年庆祝活动 出资1999万9999元 九九分 活动规则很简单 在微信小程序 推送的闪烁号盘上 点击数字9 连续五次 准确点到9 即可得到一分钱的红包 当被抢的红包总金额达到了1900万元时 累计抢到最多红包的人会得到90万元大奖 第二名9万 第三名9999元999 微信用户中的9亿成年人 全收到了参加大赛的邀请 大城市每几人会为抢一分钱的红包耽误时间 线以下却形成了全民参与的热潮 毕竟等在那儿的大奖别的不用付出 只需要手指戳戳手机 没中奖也不损失什么 初期阶段的红包好强 随后难度提升 号盘移动闪烁的速度越来越快 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9上 见9就戳 就在参与者的潜意识中变成了焦点 抢红包达到高潮的第三天 抽样表决开始 表决方式是在国际专家参与下确定并公示全民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下市的首府 332个地级行政区的中心城市 2854个县城各配一辆投票车 共3217辆面包车由59协会赞助 车上装有数字表决器 总理陆浩然 四位副总理 加上四位体制外的参与人 每人用一个数字代表 表决者只需按下触摸屏上的相应数字键 即会进入全国统计 表决者的数量按地域分配 省汇集成是2000人 地级市城区1000人 县城300人 由行驶的面包车在途中随机征集 县城以下 在分层抽样中加入系统抽样 从东西南北方向 各选县城到县境约1 2距离的四个乡镇 投票车在每个乡镇所在地 征得50个表决 再去乡镇的东西南北 1 2距离的四个村庄 每村征得10个表决 总共240万个表决参与者 表决一天内结束 电视和网络上直播整个进程和统计数据 允许各方人士到现场观摩 国际组织也派了观察员 虽不能看到每辆车 随机抽查 一发现有假 该地区的表决便全部作废 鲁世家的数字是9 他的得票率在省会城市位列前谋 在地级市有所下降 那里知道他名字的人比大城市少 出乎意料的是在县城 他的得票率反而回升 表决进入到乡镇 以及村一级 就更令人瞠目结舌 鲁世家的得票率节节攀升 不但超过了总理陆浩然 而且超出了位列第二的副总理 6.5% 成了最终的赢家 此时整个中国反倒陷入了沉默 没人明白怎么回事 也没人能想象后面来的将是什么 但是无论怎样难以置信 也不会有人认为这结果有作假 若有作假 只可能用于确保中共的人得票 一个体制外的反对派 怎么可能去作假 这便是蒋强最得意的一步 甚至让他有了当上帝的感觉 在他设计的局里 既然宪政权来不及抢在曾一致前 转型为代一致 那就先变一个人 只要是西方国家认可的民主人士 让其成为政府首脑 就会被认为实现了民主化 所谓代一致不就是换人吗 用什么方法换不重要 一个在专制状态下 不可能上台的民主人士上了台 不是民主还能是什么呢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化 而那个上台者就是鲁世家 他在西方人眼中 一直是作为中国自由民主的代表人物 一向坚称中国必须走西方道路 向西方学习 鲁世家在捍卫私有财产上的坚定 和家族联盟是一致的 也被西方主流欣赏 他是王丰的对头和受害人 坚决否定曾一致 但是又没有自己的实力 因此是可以控制的人选 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它变成政府总理 那必须合理 要被外界解读成 是企图显示开明的秦邦 判断失误后所导致的意外结果 就像格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导致了苏东巨变那样 当然只是看上去意外 其实没有意外 推出鲁世家的每一步都有设计 有幕后操作 而在所有的步骤中 最难的是如何保证 鲁世家的得票最高 在真正的一人一票表决中 最多的票是在底层 能在宏观议题上 动员中国底层民众的 只剩毛主义和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原是鲁世家举的棋 然而代一致转型 首要的是得到国际承认 不能与西方对立 新疆 西藏 台湾 香港 也因为得到西方关注 不碰美好 这便让鲁世家失去了热度 只能干唱高调 即使给他做再多的包装 言辞再华丽 也只能从城市的中产小资那里得分 入不了献一下底层民众的眼 而按定下的随机抽样表决 240万参与者 只有40万是地基市以上的城市居民 200万都在下面市镇及乡村 不管怎么推 调查显示鲁世家的得票率 也比领先的中共人士 至少第10个点 擅长投票心理学的美国公司 找到了解决难题的方法 五九抢红包大赛 就是由其设计的 关键在于微信小程序上显示的号盘 与数字表决器的号盘几乎一样 那两天 陈立于抢红包的总共有3亿人 绝大部分在乡镇农村 九成了他们的数字焦点 甚至成为条件反射 一看见九就会伸手去戳 表面上谁也不能说 这跟表决有什么关系 但是美国公司根据以往的数据预测 九的得票率会因此上升15% 也就是只要把鲁世家的序号定为九 它无论是什么都不重要 人们反正会选数字九 蒋强知道心理操纵对于投票的影响 却没想到连如此迂回的方式 都能精准地预测 数字九脱颖而出 鲁世家的得票率增加了16% 中国在短暂沉默后 进入了举国沸腾 中共有一阵似乎是乱了阵脚 内部舆论攻击秦邦弄巧成拙 要求不能把总理职位 让给一个异议人士 然而民间却掀起了要求兑现承诺的运动 尽管吕涛等人 对桃子突如其来 掉进了鲁世家的怀中不是滋味 却知道鲁世家这次能上去 就打开了后面的大门 自己的未来也就有了可能 各国政府等着中共表态 一些分析者悲观地预言 中共会像1990年的缅甸军政府一样 不承认选举的结果 在沉默了48小时后 秦邦以其兼任的国家主席名义 发布通告 承认抽样公爵的结果 罢免陆浩然的总理职务 提名鲁世家为总理 在明年三月举行的人大全体会议 进行正式表决前 鲁世家以代总理的身份 参与国事活动和国务院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